Hello,我是Bivia 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自己用過一些很喜歡很喜歡的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是什麼 就繼續看下去吧 第一樣要出場的東西就是 登登登登 就是它啦 我一定要跟大家推介一下 這一部的窩夫機 三文字機 因為它是可以做窩夫 也可以做三文字機 我買這部窩夫機的原因 都是因為兩個兒子 因為他們兩個很喜歡吃窩夫 所以我就心想 不如我買一部窩夫機放在家裏 家裏都可以隨時做 給它們吃就不需要外出吃吃 於是我就上網去找一些窩夫機的產品 但我發覺在香港可以買的窩夫機 它們都不太適合我的要求 在香港我自己有些窩夫機 我覺得它的樣子是漂亮的 但它是只有單邊 單邊的話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實用 因為我不是只有兩個人 我家裏做了早餐的話 都是三至四個人分量 起跳的 所以兩格就會比較方便 於是我就上Keymarket去找 那我就找到這個窩夫機 它不是一個特別的大牌子 但它的樣子很符合我的要求 裡面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它是有兩格的 它這個貼片就是可以換的 我現在手襯這個就是做窩夫的帽 另外它還有一個可以做三文治的帽 但是它沒有跟著 這部機的價錢是非常之划算的 是三百多元 連運費都不是很貴 所以我覺得買這部機是非常之超值的 但它有個缺點 因為這部機是給你在韓國用的 所以它的插頭 就是韓國那些兩腳的源頭插 我們在香港用的時候 就要用那個轉換插才可以用得到 但這個也是一個很少的問題 我相信就影響不大 接著要出場的東西就是它 大家就這樣看 猜不猜到這兩條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用來跳繩的工具 這個就不是我自己買 是朋友送給我的 試完就是我跟朋友聊天 就很想在家裡也試試做運動 因為接下來有夏天 年紀大了之後 新陳代謝又慢了 很想都動動一下 希望不要 肥肉不要越積越多 接著它就說 它打算買這個無線跳繩的東西 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就說好啊 我也有興趣試試 於是它就幫我買了 這部機整個都是膠 連這顆波波都是膠 這個波波是有少許的重量 好像是有2.5kg 忘記了多少 總之它是有輕微的重量 可以讓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有少許負重 就可以更加有效果 還有它有一個螢幕的顯示器 開了一部機之後 你就可以設定自己的重量 然後在你做運動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計算你跳了多少 燃燒了多少卡路里 還有跳了多久的時間 我覺得它也不錯 因為它是無線的關係 所以要用它來做運動的時候 在家裡也不需要佔用很大的空間 也不需要擔心 如果你有線的話 你會把上面的東西 影響到周圍的東西 掃垮了這些東西 就不用怕這些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 要在家裡找些東西 來做運動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買這部機 但在哪裡買呢 其實我也要問朋友 然後要跟大家說一件貼身少少的東西 就是我手上這個 真思胸圍 因為現在實在太多太多時間 留在家裡 但在家裡的時候 我就想穿一些舒服一點的胸圍 我手上這個胸圍是沒有扣 沒有鋼圈 而且它是真思設計的 所以穿著它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摸上手會感覺到它很軟身和很滑身 穿著是完全不會覺得有東西固著的 另外因為它的物料 是可以做到吸濕和扣氣的功能 所以穿著它來做家務 都完全沒有問題 同一牌子我還會推薦他們這個枕頭套 那這個枕頭套有什麼特別呢 它就是一個絲質的枕頭套 以前小時候我對枕頭套 或者是床單皮鋪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要求 純粹覺得這個款式漂亮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但人大了 就開始會著重品質 於是我就試了他們這個枕頭套 它是我人生第一個絲質的枕頭套 我想說試完之後 我真的完全回不了頭 因為太舒服了 之前我都經常聽說 用絲綢質料的枕頭套 對皮膚是有很多好處的 例如不容易敏感 不容易生粒粒 也都不容易壓出皺紋 例如眼睛 臉的皺紋 其實有時就是你睡覺壓出來的 我自己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可不可以幫我減少壓出皺紋 我就暫時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生少粒粒 例如這些位置 有時會有些暗粒 是真的生少了 單看它的質料這麼舒服 還有我用完這段時間 暗粒生少了這兩個賣點 我覺得都已經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 另外這個枕頭套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就是裡面會有一個這樣的袋子 我就可以把枕頭套 直至反進這個小袋裡 收好它 因為有時洗完枕頭套 我都不會馬上換的 我把它放進來 就可以確保枕頭套 如果是很乾淨很衛生 還有如果日後有機會去旅行的位置 我亦都可以帶到自己的私人枕頭套 我想說它們這個牌子 其實有出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除了我剛才的胸位 還有枕頭套之外 它還有其他去街的衣服 或者是睡衣 很多淋滋滋滋滋的東西 全部都是一些絲綢的質料去做的 我自己也有試過它們這個睡衣 我選了這個就是粉紅色的睡衣 因為它也是絲綢的質料 所以摸上手也是非常滑 和非常軟熟 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如果你們都有興趣試試試試 絲質的睡衣的話 不妨可以去他們的網站幫我看一下 接下來要說的東西 就是我手上的 通手袋 它是來自小CK的出品 價錢好像是六百多元 總之是一點都不貴的 所以都很值得用的 現在我出街九成的情況下都是用它 因為它的價錢便宜 所以我可以非常放心地操用 而且它不是針皮的質料 所以我去完街之後 可以很放心地用一些消毒的紙巾去擦它 去噴它 去清潔它 都是非常棒的 它的外型很輕巧 它有一個款式都很漂亮很容易配搭的 我選了這個顏色就是灰色的顏色 我不知道它現在還有沒有這個顏色賣 但我知道它這個袋子的款式 它是還可以買的 但好像它會保持不同的顏色 就要回到官方網站去看 它的容量 其實不要看它的袋子小小 其實它也可以安裝很多東西 我出街要用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放進去 而裡面的間隔就是這樣 在這個這麼小的袋子裡面 其實它都做了一、二、三 哎呀 三個間隔給你放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有拉鍊的位置 可以放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另外在袋子後面還有第四格 所以以一個這麼小的袋子來說 它可以有四個分隔去做 其實已經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它的款式我覺得是 你斯文的時候用也可以 或者你可能很隨便的時候用也可以的 這兩年大家經常都要戴口罩 但是戴著口罩塗唇膏 也會很緊 唇膏會印在口罩上 或者是花光 這樣就很麻煩 所以不脫色的 即不容易脫色的唇膏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時候用不脫色的唇膏 或者是唇彩都會有一個壞處 就是它們雖然是很長時間 但是它們會比較乾身 唇膏效果就不太好 但是我手上這支唇彩就沒有這個問題 雖然是不容易脫色 但是它不會令到你的唇膏很乾 我今天就是在用這支唇彩 現在就是這支顏色 它是一個帶橙調的NUDE色唇彩 如果我不想化得太濃的唇妝 我自己就會喜歡用它 但如果我那天想要偏紅一點的唇妝 我就會用它 我覺得它是屬於梅紅色的唇彩 它的顏色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 塗了一層其實它也有好顯色 我覺得這支唇彩可以做到很好的持妝效果 又不乾 而且價錢也是不貴的情況下 就真的非常值得推薦 最後說幾個關於裝美的唇彩 我最近都用了幾個護膚品 我自己是覺得很喜歡的 所以就在這條影片也跟大家分享 其中有兩個其實已經被我用到空瓶了 首先就說了Canvas這個抹理緊致美容油 它是一個精華油的護膚品 已經沒有了 所以給不到大家看它的樣子 它的味道是很甜 和可以有一個很舒緩的感覺 我自己就習慣晚上的時候用它 用完它之後就可以幫人放鬆一下 它是可以滋潤和提亮這個膚色的 我有時候會單用它 也有時候會把它混合在其他精華液上用 效果也是很棒的 雖然它是一個精華油 但塗上面也不會很油膩的感覺 它是塗完上面之後 你會感覺到它可以支援你的皮膚 然後皮膚很快吸收完之後 你會感覺到它會很清爽 用完它之後我自己最大的感覺就是 真的感覺到皮膚膚色均勻了 而且又提亮了 而且它真的給我一個很好的保濕和滋潤效果 然後這個就是嬌蘭的電吸風黃緊緻晚霜 因為我的年紀真的有差不多了 所以我自己追求皮膚的保養 我也是很著重保濕和滋潤這兩個 所以我現在選擇護膚品都會傾向 要保濕和滋潤 最好可以抗皺、去紋 抗衰露 這些就是我現在最需要的東西 這個面霜塗完之後皮膚會很滋潤 亦都很容易吸收 而且不會黏黏黏 用完它之後我明顯感覺到臉是滑了 而且臉上的細紋是減淡了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開心 如果大家去到臉開始會有細紋的年紀 大家都會明白我的感受 另外它有緊緻肌膚的功效 但老實說這個功效我還未深深地體會得到 因為我都不是很鬆的 所以我沒有特別感受到它是否可以幫我做到緊緻 但用完之後皮膚滑了和細紋淡了 這件事真的是事實 所以用完之後我一定要推介給大家 如果大家和我都有同樣的肌膚問題 就一定要試一下它 最後一樣出場的產品就是它 如果你們有看我之前iHerb的影片 就應該會記得它的 我就是那一段影片之後就買了它回來試 用完一瓶之後 其實我手上這個就是我買的第二瓶 當時都是因為朋友推薦 所以我就買它回來試 就說它是一個很好的保濕面霜 以及是敏感皮膚都可以用的面霜 所以我看到它價錢便宜便宜 就買了它回來試 早兩天我在iHerb看它 它現在的價錢好像是80元左右 就一點都不貴的 其實最初我都沒有特別覺得它很好用的 但因為前陣子轉天氣 經常都乾又濕又乾又濕 我自己本身皮膚是敏感底 於是有些敏感發出來的症狀 之前朋友都跟我說到它很神奇 所以我自己敏感發出來的那段日子 我就試一下用它來急救 讓我發現原來是真的有效的 它是即時做到一個降紅 舒緩和保濕的效果 我只要在淋睡前 將它的厚厚全面敷一敷 那我第二天起床 就會發覺敏感的地方 其實已經燒了九成 就可以真的沒事了 所以我就真的覺得這個面霜實在太棒了 它的價錢這麼便宜 但是它又做到一個這樣的急救效果 而且它也是有一個不錯的保濕功效 所以我覺得是很值得推薦給大家 以上這一堆就是我這次跟大家推薦的好東西 如果你們都有用過這一堆的產品 有什麼感想或者是有什麼想問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回 我們在Facebook、IG、MIVI和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